你相信吗 短短四个月清华大学的光芯片 就已经迅速进化到第二半 世界上第一款全光学AI芯片太极2了 能效已经超过英伟达著名的H100 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更可能是一种新的计算范式的开始 甚至可能彻底改变计算机的设计和构建方式 这项研究已发表在8月7日的《自然》杂志上 自然审稿人认为 它有望成为训练光学神经网络 和其他光学计算系统广泛采用的工具 光芯片是利用光信号而不是电信号 进行数据传输和处理的芯片 具有传输速度极快 处理带宽极大 数据延迟极小 运行能效极高 并可以多任务并行处理等五大优势 然而它也面临着制造成本高 技术成熟度低 集成度限制和生态系统构建 等各种挑战 导致它看起来很美 却迟迟难以发展起来 无法和传统的电子芯片竞争 中科院院士 清华大学戴琼海教授 和副教授方路领导的团队 去年11月创造性的提出了 光电融合全新计算框架 研制出全球首个全模拟光电智能计算芯片 然后在今年4月又首创了干涉 颜色分布式广度光计算架构 也就是第一代的太极光芯片 先后发布在自然科学两大顶级期刊上 这次发布的太极二全光学AI芯片 则是在新开发的全前项模式上构建的 允许在光学系统中直接进行计算密集型AI训练 而不需要复杂的反向传播过程 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进行大规模光训练的芯片 可以更快更省电的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测试试验中研究人员成功的在太极二架构下 使用FFM学习训练了非常深的光神经网络 达到了目前同类网络中的最佳性能 在多个领域表现出色 一是能以颜色极限的分辨率实现全光学聚焦 二是能够以每秒超过1000帧的速度 并行处理影像 即使是隐藏在视线之外的物体 也能进行成像 三是可以在低至每像素 不足一个光子的强度下进行处理 显示出极高的能量效率 这意味着太极二光芯片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更可能标志着一种新的计算范式的开始 正如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所说 这些发现意味着光学系统 从根本上体现了可微分的可学习神经架构 为无模型高性能光学系统 自我设计和自学习物理提供了新的途径 并暗示了后摩尔时代制造出 大规模高效物理AI的可能性 简单来说就是 太极二有望打破摩尔定律 发展成可自我学习 自我改进的光芯片 让科学家们可以用光子 而不是电子制造出 更强大更省电的人工智能系统 甚至可能改变我们设计和构建计算系统的根本方式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